18岁的女孩克洛伊夜里总听到家里有奇怪的声音 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发给了海尔兄弟 海尔兄弟是国外网站著名的猎奇视频主 看过克洛伊的视频以后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女孩克洛伊针对视频给出的文字描述 海尔兄弟觉得这题材不错 于是当晚就驱车来到了他家 车上海尔哥问弟弟你对这次拍摄有什么看法 弟弟说自己觉得有点害怕 那房子建在树林深处到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就难搞了 哥哥说先过去看一下再说吧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每次还不都是有惊无险 来到目的地兄弟俩发现这座房子果然阴森 敲了半天门还好出来开门的是个可爱的女孩 这能有效缓解一下这恐怖的气氛 进到屋里只见女孩的爸爸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问兄弟俩是不是女儿的朋友 这女孩的父亲长得有点可怕 目测身高至少两米 头上还光秃秃的 他口里喃喃说道 自己的女儿是个好女孩 他那哥哥已经废了 你们千万不要带坏他 听到女儿说是自己朋友以后 才安心回到房间里去 来到客厅里坐了下来 海尔哥立马问道 为什么你爸说你哥废掉了 女孩说他哥的是不想再提了 这次请兄弟俩来帮忙 主要是调查晚上听到的异象 于是克洛伊开始给海尔兄弟俩 讲述起了最近发生的怪事 他说一到晚上 他就能听到吃东西的声音 抓墙抠地板的声音 海尔哥问他这声音 会不会是你父亲发出来的 女孩笑着说 应该不会 父亲最疼爱自己了 他说自己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 她只是因为最近失业了 压力太大 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怪 海尔哥又问 他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女孩说 他父亲之前在一家私人医院 做外科手术 海尔兄弟对视了一眼 很少听说外科医生下岗呀 克洛伊接着说 最近家里养的狗还走丢了 父亲为此非常伤心 有时候还在地下室哭 多重打击之下 他现在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听到地下室 他们脑袋立刻嗡嗡的 因为他们之前拍摄的 好几起诡异事件 都发生在地下室 所以兄弟俩提议 先到地下室去看看 来到地下室 他们惊讶地发现 这个地方全都被塑料纸 和白布包围着 他们掀开了一层 白布好奇地走了进去 对上地方este了 对上室 儿本 È combined 《背部的石kelijk带》 《背部的石infeld》 说着海尔哥又掀开了另外一个隔间 还没等海尔哥架好摄像机 他们就听到了楼上女孩的尖叫声 他俩从客厅找到厨房 都没见到克洛伊 只见克洛伊的父亲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海尔哥问他刚才有没有听到尖叫声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女孩父亲低声说道 女儿这几天病了 你们最好不要和他玩 兄弟俩听得一脸懵逼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说病就病了呢 于是他们敲开了克洛伊的房门 问他刚才为什么尖叫 他说只是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病了 刚才父亲还来过给他倒了杯开水 说多喝开水好得快 海尔兄弟见状提出带他去看医生 可他死活不愿意 海尔弟接着问 之前他家丢失的狗叫什么名字 他说叫小辣椒 而海尔弟望着从狗笼里找来的项圈 上面却豁然写着克洛伊的名字 在给他的房间架设好摄像头之后 兄弟俩就离开了 为了给女孩父亲的房间 也装个隐藏摄像头 海尔哥蹲在地上 把相机从门缝中伸了出去 偷偷监视起女孩父亲的房间来 等他前脚出去 兄弟俩后脚就溜进了他的房间 一打开门 海尔哥就闻到了一股酸臭味 房间的家具不多 而海尔弟就趁机在房间里 好奇地看了起来 先开桌上的遮层布 海尔弟发现了一台电脑 主机还没关 于是他好奇地点亮了 显示器的按钮 什么? 什么? 你触摸他的东西吗? 等一会儿 那是Chloe? Jester,你在看什么? 他有这些照片在这里 那是什么? 那是严重的 你能看这种东西在自己的时间 它已经在桌上了,它不是我的 回到房间 哥哥就开始无所事事的玩起了手机 海尔蒂在一旁一脸严肃的说道 你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这间屋子这么诡异 你还有心情玩手机? 你一点察觉不到危险吗? 诡异的地下室 奇怪的父亲 还有克洛伊的病 这一切都太不正常了吧 哥哥说 我知道不正常啊 可我们频道拍的不就是这些不正常的视频吗? 不然你以为500万粉丝关注我们的是什么? 难道是因为我们长得帅吗? 睡吧 明天早点起来收摄像头 弟弟无言以对 只好听哥哥的 可这枕头也太脏了吧 晚上1点07分 兄弟俩睡着了 时间来到2点 女孩的父亲还在上网玩电脑 不知道是他游戏打输了还是喜欢的球队输球了 只见他把显示器连带主机一起扔了出去 随后还拿出了斧头砸了不停 这可把克洛伊吵醒了 但海尔兄弟却依然睡得和猪一样 砸完电脑 他终于消停了下来 而克洛伊起身喝了口水 又继续睡了下去 3点43分 克洛伊开始全身抽搐 难道他真的病了吗? 2分钟以后 只见父亲用轮椅把克洛伊从房间里推了出来 朝着地下室走去 跟着地下室的摄像头被砸坏 早上6点 兄弟俩起了个大早 海尔弟来到克洛伊的房间 敲了半天没人答应 打开门才发现他消失了 他赶紧跑回客房告诉海尔哥 并劝哥哥赶快收拾包袱走人 哥哥却不以为然 坚持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 可看完监控视频以后 似乎谜团更多了 他们先是趁女孩父亲不在家 再次溜进了他的房间 在衣柜里 他们发现了昨晚被砸坏的电脑 桌子上还留下了一幅诡异的手画 紧接着 他们又来到了地下室 他们继续来到了第二个隔间 细心的观众应该注意到了 头天晚上正准备给这个隔间架设摄摄像头的时候 突然的尖叫打断了他们的计划 所以他们的录像里没有这个隔间的视频 还有这个放置心率监视器的地方 头天也没检查 打开来一看 只见一个巨大的木箱躺在地上 上面还挂着锁 里面肯定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整间屋子都找遍了 都没发现女孩克洛伊 弟弟害怕极了 哥哥却坚持要再待一天 把事情搞清楚 在附近转悠了一天 晚上他们又回到了客房 海尔哥依旧淡定的玩着手机 弟弟在一边却已经急得团团转了 他是真的不想再待下去了 他怀疑哥哥根本就没想过安全问题 脑子里一心就想着拍素材传到网上去 哥哥说 我们拍摄的是猎奇视频 不是唱歌跳舞 这点苦你吃不了的话 干脆去厂里打螺丝算了 弟弟再次无言以对 乖乖上床睡觉 只不过今天这枕头看起来 似乎比昨天还要糟糕 晚上来到凌晨一点 海尔兄弟早已进入了梦乡 相比昨天 今天增设了一台摄像头 凌晨两点的监控里 白天心添加的摄像头中 木香开始颤动起来 白天心添加的摄像头中 木香开始颤动起来 他们先是在屋子里转了一圈 可是没有发现生源 接着又向地下室走去 凌晨 塑尼 他张绘 放下 tecn叻 üç 逃跑中 海尔弟的鞋子被咬掉 最后是光着脚穿过了整片树林 才找到了他们的车 事后兄弟俩再也没联系上克洛伊 海尔兄弟拍的很多视频都是开放式结局 所以对故事的真相也没有一个定论 你们觉得那链子上拴着的是什么怪物呢 会是克洛伊吗 再或者是他的哥哥